等风旗是一个地道的卷王 不仅是因为开荒卷的厉害 而且转型顺滑打架也厉害 这主要归功于新兵中 飞雄军 持久统一的等风旗前期极强 除了被狗关枪和杜江枪克制之外 几乎没有天敌 即使打到中后期 飞雄旗也是能攻擅守的好手 等风旗的飞雄军输出 真的是强的离谱 看看这场战斗 刘备带的飞雄军打了一万伤害 比官媒的输出还高 主将将为伤害也才一万一 在这个队伍官媒彻底沦为辅助了 可以说这支队伍被打得越狠 输出越强 等风旗主将将为带 试别三日和火赤原辽 待试别三日增加生存空间 火赤原辽配合官媒虎臣打出震慑 还可以烧藤甲兵 想必是不少玩藤甲的小伙伴的噩梦 如果你够好 将为也可以带上兵伐谋 副将官媒带草船借鉴和风使阵 这里官媒因为要卷速度 所以优先带草船解控 至于统帅不高恢复差的缺点 就忽略吧 副将刘备带飞雄军和刮骨疗毒 一个超级奶爸就能支撑全队的治疗了 如果你的主将不够红 刘备也可以带赞壁棋风保主将 等风旗的打击面很广 现在盾兵特别多 这就是等风旗的最佳对象 想当初我的三仙盾可没少被揉力 藤甲敦敦敦也是极好的战功宝宝 藤甲太尉盾也很轻松 虎尘弓也不是对手 对战张角的飞雄旗也不在话下 当然有的菜刀队也很猛 比如无旗 还有冤旗 这个要看运气了 总体而言 等风旗是一支优秀的队伍 你舍得给他战法 他就能给你带来高回报